诗经 国风 唐风 格声 格声蒙楚 炼漫于野 于美王此 谁与独处 格声蒙及 炼漫于玉 于美王此 谁与独处 脚枕灿兮 锦钦滥兮 于美王此 谁与独处 夏之日 冬之夜 百岁之后 归于其居 冬之夜 夏之日 百岁之后 归于其世 诗经 国风 唐风 格声 毛诗旭 格声 赐 靖县公也 号宫战 则国人多丧矣 靖县公号战 在战事平仍的年代 丈夫从征于外 妻子在家独守 废策伤痛 本是以格腾炼草起信 格腾遮盖极处 炼草 漫生掩玉 各有所依 然而 夫君从征未还 未知死生 望眼欲穿 离记 内则 夫不在 垫枕窃垫席 暑气而藏之 夫君不在 纵然脚枕袖背如此灿烂美好 也只能收藏等待 言外之意更映照了 漫漫长夜的孤枕难眠 夏之日 冬之夜 冬之夜 夏之日 常日常夜 常夜常日 时光挪移 季节转换 竟是无休无止的孤极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百岁之后 地下天上 再雨重逢 妇人情砖异度 可见唐风醇厚 思念悠悠 深情款款 鱼音绕梁 由读读者继续赏西品贵 诗经 国风 唐风 隔声 隔藤常常覆盖金树 炼草漫漫 营生野地 我的良人不在身边 独自一人 与谁共处 隔藤常常覆盖极树 炼草漫漫 年生野外 我的良人不在身边 独自一人 与谁歇息 脚枕如此美好啊 秀卫如此灿烂啊 我的良人不在身边 独自一人 与谁搭蛋 夏季长日 冬季长夜 百年以后 归于同事 冬季长夜 夏季长日 百年以后 归于同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